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住 站住 人呐 刚刚还在前面的 在往前追 肯定是跑多远 走 快点 这人是谁 为什么救我 多谢兄太相救 在下姓吴 单名一个邪字 敢问恩人姓名 吴贤 你也叫吴贤 张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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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 原来是张兄 幸会 不知张兄为何会在这书洞里 莫不是也在躲着呢 我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林安城 现在是什么时候 宋朝 开宝年 这人怎么回事 脑袋有问题 难道是个疯子吗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啊 什么 什么都不记得了 嗯 可 可你知道自己的名字 我只记得这个 不会吧 居然是个失忆的 可不可以装作不知道离开啊 算了 现在走 说不定待会后悔了 还得回来寻他 嗯 对了张兄 你身上可有盘颤 没 这吃穿住行都得要钱 你既失了意又没钱 还穿的一身好料子 难免会被有心人士盯上 所谓知恩不忘报 在你想起以前的事情之前 就跟我在一起吧 这人看起来 丝丝闻闻 干干瘦瘦的 没想到 还挺结实 嗯 哎呀 怎么了 我现在也是身无分文啊 是刚才那群人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是不是刚才那群人 拿了我的钱吧 呃 不是他们拿的 不过和他们有关系 我的东西都在客栈里 可现在回不去了 为什么 那些人应该会在客栈前守着 这样我没办法拿到我的包袱 哎 你去哪里啊 拿包袱 哎 哎 哎 等一下 你要去客栈拿我的包袱 不行不行 那些人很凶的 而且 说不定会下杀手 你一个人太勉强了 嗯 客栈在哪里 呃 那边 哎 哎 不对 你不能去 喂 你等等啊 哎 哎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什么人 你 等着 王家不会放过你的 嗯 快走 这里不能有了 城门已经关了 若是要等到明早 恐怕就走不掉了 王家的人怕是之后就会到 这可怎么办 怎么了 没 我在想 我们明天要不要 乔装打喷一下再出去 你要出去 我们必须离开临安城 明天王老爷子一定会满城找我们 你要出去 现在就能出去 啊 你 你 一点点东西都想不起来吗 嗯 我是家中独子 我家在开丰做些古董生意 这次是到连岸城来游玩的 只是碰上一些麻烦事 哎 对了 说起来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为何还能记得怎么用功夫啊 啊 跟这人沟通 简直比登天还难 啊 啊 要找水的话 这洞后面就有 嗯 你怎么知道 来的时候 听到有水声 大概是一条小溪线 听到水声 我怎么没听到 算了 还是去看看吧 哎 还真有啊 天子 你小哥的耳朵是什么做的 传说里的顺风碗啊 你别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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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有毒 没事吧 谢谢 我扶你 算起来 你都救了我两次了 如果加上帮我拿包袱 那就是三次了 而且是在一天之内 是我的疏忽 啊 我应该撂到铃子里面 会有这些东西 他来找我 难道是在担心 萍水相逢 他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热情的人 可为何单对我 张 叫张兄 似乎见外了 可是 不叫张兄叫什么呢 启灵 小哥 你 为什么几次三番地救我 因为你认识我 啊 我失去记忆以后 看到的第一个人 是你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就要救我 算了 搞不清楚这小哥 到底在想什么 还是先睡吧 这小哥也不知 去哪里弄早饭 不过 凭他昨日的身手 应该不是问题 小哥 你没事吧 嗯 小哥 那只小狐狸 可以不要杀吗 他还小 好 听你的 不要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来 过来 我们是不是认识 现在是认识了 不 是很早以前 很早以前 难道是游历的时候 遇见过 无限 啊 呃 我在回忆呢 像你这么特别的人 我如果见过 应该不会忘记 嗯 不过 对不起啊 小哥 我不记得我认识你 嗯 是吧 就是他救了你 小三爷 这么早就回来了 书信中不是说要三五个月吗 中途有点事 对了 这是我途中结交的好友 张启玲 小哥 这是我店里的管事 王蒙 张公子 王蒙有礼了 啊 别在意 他不擅长和人打交道 小三爷哪里的话 看什么呢 哼 能 给你 这是乌金做的 好多人想买 我还不给呢 不过我觉得 他也许很适合你 这把黑金鼓刀 小三爷平日里 都不舍得让别人碰一下 怎么 就突然赠给这小哥了 果然你很适合他 他也还满意你呢 小三爷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大老爷正准备找你呢 哦 发生了什么事吗 大老爷防众的御心 你失窃了 玉玺 什么玉玺 我这世代传承的宝物 麒麟玉玺 失窃了 麒麟玉玺失窃 怎么可能 他不是放在我爹的宝库里吗 所以才事关重大 总之 少爷你快跟我来吧 放开 你干什么 不要随便碰 小哥 我们还是先走吧 少爷 老爷在里面等你 小的先退下了 爹 小鞋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三叔 不是爹叫我来的吗 大哥 大哥还正准备让人送信到临安 把你找回来呢 什么 等等 我刚到店里 王王就让人送信回来说我到了呀 然后老鱼不是跑来找我回来吗 老鱼 你说这是哪个老鱼啊 还能有谁 就是老鱼啊 鱼万全 吴家的管家 我爹的得力助手 等等 你身后这位小哥是 哦 他叫张启玲 是我路上结识的朋友 小哥 这是我三叔 从小就很照顾我 喂 小哥 你就不能回应我一下吗 像个门油瓶子一样 门油瓶 少许啊 你刚说 老鱼去店里找你回来了 是啊 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他 现在人在哪啊 人 他带我到书房就下去做事了呀 三叔 到底怎么回事啊 事实上 老鱼好几个月前 就突然重病 离世了 那么说 那个人不可能是老鱼 何止是不可能啊 根本是无稽之谈 但是 小哥 你也看见了对不对 我没让他带你走 小哥 你知道 只是感觉 我感觉不到 他身上有活人的气息 这个张公子 这个张公子 究竟是何人呢 啊 小喜啊 你先说说 那个老鱼 找你做什么 他说 麒麟玉玺失窃 让我回来 三叔 那玉玺真的失窃了吧 是真的 两个月前 玉玺从大哥的房里消失了 确切的来说 不是玉玺不见了 而是玉玺上方的麒麟不见了 什么 麒麟不见了 之前麒麟玉玺 一直放在库房里 自从老鱼突然怪病过世之后 也不知怎的 每一夜都会发出刺眼的金光来 两个月前 那麒麟突然不亮了 却不想第二日起来查看的时候 发现玉玺上的麒麟 居然凭空消失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一只玉雕的麒麟 居然会自己离开 唉 这麒麟玉玺 就如同吴家的鸡 守护着吴家 事到如今 说不定连麒麟 也帮不了我们了 修仙 怎么了 我 我跟着 老鱼 少爷 小哥 你等等 他不见了 要不 要不我们去书阁找找 说不定会有这些个无法解释的东西 嗯 乌鲜 过来看看 书阁里居然还有这种老孤兜 你从哪儿找出来的 书下之间的缝隙里 应该是掉进去了 没人发现 先吃饭吧 这是巧合 还是 为什么在麒麟不见的同时 又找到了这样一本书 是麒麟在指引我吗 不写 嗯 范鲜 沾倒了 啊 啊 谢谢 他 他居然吃进去了 小哥 不是故意的吧 啊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他有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门油瓶 你怎么这么闷啊 门油瓶 对啊 你一天说不上十句 你你也不回 这不是门油瓶是什么 无邪 你醉了 我 没醉 桂花酒 不醉人 走了 晚安盘让他们明天来收拾 我们去休息 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走去哪里啊 回我的房间 不行 你不能走 你今晚就睡这儿 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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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脏东西 那我和你睡 那我和你睡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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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鱼 你怎么在这里 少爷 少人 饶你的血 血 少爷的血 少爷 给我血 少爷 少爷 这是只尸鬼 啊 尸鬼 怎么好端端的会出来一只 这种东西啊 我们怎么办 少爷 给我血 少爷 少爷 您 您在 您在我看着你长大 为吴家做了那么多事的份上 给我血 你的血 你 你要我的血干什么 给我血 你的血 你 你 你 本身 就是个 怪物 啊 怎么回事 那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老鱼他 这东西 恐怕不是我不能收拾的 哎呀那怎么办呢 难道真让少爷放血 你他娘都放屁 无血的血 能随便放给这东西 感情三个长妹讨论起放血这事来 就跟再说杀猪一样 要放血 用我的就可以 小哥 怎么样 这位小哥 你的血 怎会有足止集合的能力 我的血 好像天生有屈输不好东西的能力 但同时 也容易迎来更加不好对付的东西 那该不会 已经惹到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 不知道 又是不知道 对了 你不是失忆吗 怎么这会儿 又知道血的功能了 我就记得血的是 你之前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是因为告诉你 你也不会信 我 好了 小鲜 先说说这位公子的事吧 之前我去林安城 帮朋友的忙 结果中间出了点岔子 被那王家公子追杀 这王家公子也不知怎么的 突然性情大变 幸亏小哥救了我 不过我遇到小哥的时候 他已经失忆了 所以具体也不是很清楚 实忆了 看来这其中必有蹊跷啊 如今发生的事情 已经超出了我们能想象的范围了 或许老祖宗的话 并不是假的 什么意思啊 整件事啊 还得从老祖宗那里说起 老祖宗年轻的时候 曾经救过一个少年 少年临走的时候 留下了这麒麟玉玺 并托梦给老祖宗 说这玉玺最重要的 就是上面那只雕刻得寻寻如生的麒麟 老祖宗接受了玉玺 就等同和这玉玺签订了契约 吴家每隔一带 就会出现一个拥有纯洁之血的人 麒麟便会保护他在有生之年不受伤害 并且完成他的心愿 可是怎么来判断谁是纯洁之血 还有话说回来 纯洁之血是什么 这个大概只有麒麟玉玺自己能判断 难不成每一代的吴家子孙 还得到麒麟玉玺面前去 请他来献献粮 小孩子家家别口无遮拦 小夕啊你还记不记得 你小时候每到夜晚就哇哇大哭 不记得了 也是那时候年纪太小了点 那时候你每天晚上都会哭 就算有人陪着也不行 把人弄得焦头烂额 非得哭到了天亮才会睡去 后来啊我们就想起了仓库里的玉玺 你爹去把它请出来放到你的枕边 结果那之后你夜晚再没有哭过 玉直睡得很安稳 什么 麒麟玉玺有一段时间放在我的枕边 那可不 你小时候可喜欢那玉玺了 坐在床上的时候死抱着玉玺不松手 谁要拿你就跟谁急 呃 后来过了得有一年吧 你就算没有玉玺在身边也能入睡了 这之后玉玺就又被放回了仓库里了 直到这一次玉玺突然发出光亮 并且麒麟失踪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再也没有把玉玺拿出来过 诶 等等 你们 你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扯到我小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怀疑 你就是如今有权利拥有麒麟玉玺的继承人 你爹以前查过很多文献 也问过一些道士法师 据他们猜测 也许那纯洁之血是可以干做不好的东西 那小哥你的血 难道也是那啥纯洁之血 应该不是 你怎么知道不是 感觉 呃 你刚才说 那灵安城王家的公子 原本性情不坏 却突然转了性子 是啊 嗯 那大概是多久开始的 多久 嗯 不清楚 也就是几个月前吧 几个月前 几个月前 老鱼莫名其妙染病 奇灵消失 嗯 嗯 难道这是什么巧合 如果真是巧合 如果真是巧合倒好了 据说 奇灵有压制邪恶 脚踏万鬼的能力 如今奇灵消失 截二连三发生怪事 难不成是因为压制的力量没有了 所以 爹 我去把奇灵找回来吧 不行 你一个小孩子能做什么 再遇到今天这种情况 几次都不够你死的 今天就这样吧 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都早点休息 可恶 你 为什么我就得被关起来无所事事 你爹是为了你好 这个我也知道 你家长辈 到底有没有说实话 什么意思 如果说 你真的有去除不好东西的险 为什么你年幼稚 需要拿玉玺在身边保护我 人都说 小孩子会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医生也得哭 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危险 你的意思是 如果需要所谓的保护来保护 那你的血 就不是会去除不好的东西 而是 是会引来不好的东西 他是同志的一小章 要起来 让一下 阿宁 这不是智怪传吗 什么东西啊 你拿的这本书叫智怪传奇的 是先秦的时候 有人集合民间流传的各种奇谈和传说 编传而成的 这本书是你爷爷在过世前的一年 偶然得到的 你爷爷似乎说过 吴家后人之中会出现一个 有资格拥有麒麟玉玺的人 只是前途多劫难 这本书却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为吴家后人指出一条名路来 所以便嘱咐我们要好好收藏起来 顺其自然吧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小三爷 阿宁醒了 怎么样了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这姑娘可真不容易 硬是咬牙挺不过来 换成别人 滑头再施恐怕也没辙了 之后的药 我们会定时派人送过来 按下方见了喝就行了 这段时间好好尽养 好的 谢谢大夫 不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会伤成这样啊 这就是王大葵 说的 那个 带你偷走的人 你果然是遇到王大葵了 你果然是遇到王大葵了 我原本偷了七月书 想带着家人离开领安 结果第二日去城剑野 这门口守卫了一大堆 根本出不去 我把爹娘藏起来后 想要先想办法 这一座洋渣的 遇到了王大葵 那被抓了起来 幸好 一个猛灭人突然出现 救了我 猛灭人 那人救了我之后 一路送我到了 距离开封不远的地方 给了我一匹黑马 让我独自来见你 没想到 却在要起开封时 遇到了 一路 前飞 受了重伤 麻痴了经 一路 我 疯癫的 触进了开封 还好 还好 遇到了你 无限 令爱中的亲切 我是指望不上 如 如今 王大葵 发下誓言 不得我 不怕休 我 我只能 找你帮忙了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 当真 我无邪说话 从不食言 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准备准备 小哥 你怎么了 那些人很危险 你是说王大葵 所有人 那个阿宁 还有那个蒙面人 为什么 知诀 我和阿宁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 他如果有问题 我早该危险了 好歹是这里的少爷 你别这么拎着我成不成 他丢人的 你别那么紧张 阿宁不会有什么危险 至于那蒙面人 没见过面也不好评价 再说了 如果有什么危险 不是还有你在吗 我们先去爹那吧 人醒了 嗯 你不能去 爹 你是不是知道阿宁会来 胡说什么 我又不认识这个人 我也觉得你不认识阿宁 不过 若是你知道 会有血栽从东南的方向来呢 什么意思 诸红东南来 猪红东南来 猿人西南聚 浮屠上北走 回观麒麟玉 这书哪来的 从书阁找到的 之前我还不明白 不过现在明白了 诸红东南来 就是有血栽 从东南来吧 而阿宁刚好是从 东南方向的临安来的 爷爷临死前 把这本书里的事情 告诉了你 什么唇血 麒麟 还有一切诡异荒诞之事 如果从东南来的是血栽 那么猿人西南聚 就是指 有猿人会在西南的方向相聚 是不是破解血栽的方法呢 浮屠上北走 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 这最后一句最能表明重点 一切都和麒麟玉有关系 对不对 平日看你吊儿郎当 不学无术 如今却是把这些小聪明 都花在这里来了 爹 既然是命中注定 那么我待在家里也无济于事 我去帮忙阿宁 那王大葵的变化 定然是跟麒麟的失踪有关 嗯 有些东西是命中注定的 顺其自然吧 行了 你要做什么就去做吧 我也不拦你 张公子 这一路小儿就拜托你了 怎么回事 什么人 快走 快走 没什么白天的出现 内稳之怪传上写 麒麟消失万鬼苏醒 你啊 头子你大呀 啊 兵器谱百匹匕首第三位熔林 你是什么人 大爷我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喂 你叫什么 做不更名 行不改姓 王凯旋 你为什么在房顶上 我说你们可别不信 这客栈外面 已经被一群妖怪包围了 我自己也不是很相信 不过眼见为实 我刚才从水厢过来 想到这里住一会儿 快发现外围被什么人围住了 人数还不少 一开始以为是遭劫了 结果一走劫 那些东西 那脸可吓人 犯着清光了 还劈开肉站 西等 那群尸鬼 开始靠近了 我们怎么办 房顶上去吗 能 好 无心 我说 我们不能就这么去固执自己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客栈里的人不胜伤来 无心 我们三个人 对付不了那么大一群 你们怎么回事啊 难不成 真要和那群妖怪硬碰硬 真要如此 大爷我可不奉陪啊 如果我没想错 这些家伙可能是毛疆 可若毛疆铜皮铁骨 不怕力气 如果是你们狗血的力气 就不一样了 这种事 读书人见过呢 我去就行了 说吧 要多少血 小哥 他们有多少数量 恐怕有两只狗的血 好 既然要做 那就放手做吧 大不了到时候和他们硬碰硬 我还不信 活着都不怕 还怕死的不成 走 走 小官 里边请 为什么你总是要做危险的事 客栈里的人很可能会丧命 难道要我尽死不救吗 小哥 居然亲我 我 为什么 书呆哥 我拿点酒来 咱俩咱喝一宿怎么样 今儿个书呆可算大闲本 大爷我佩服 对了 你叫什么 吴邪 他叫张启玲 吴邪 开封的吴家 难不成是吴老狗的孙子 这可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大爷我正准备去吴家呢 这可就遇上了 你找吴家干什么 前一年 背着佛门 自己捣唐一些生意 生意做大后 被方丈发现了 说我与佛无缘 便让我还俗 只是如今朝廷还不安慰 生意做大了 就受不了了 眼下有些骑虎难下 所以想到吴府 请你爷爷的三个儿子 学点生意经 你是去开封 嗯 是啊 我们是去领安 你们不回开封吗 我们刚从开封出来 是去领安办事的 你们去领安要多久 暂时不知道 事情有点棘手 得 大爷我就跟你们一路去领安得了 啊 你不是要去开封吗 我一个人去又没有用 你说 我要是一路帮着你 到时候吴家 可不得对我客客气气的吗 如果那些东西 真是冲着我来的 就我和小哥两个人 一路去到领安 不知道还有没有命回来 能多个帮手 自然是好的 那随便你帮 这里就是阿宁说的村庄了 可一路打听下来 却没人听说过阿宁父母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这无邪的名字还真没取错 好一个天真无邪 我说天真 你该不是被耍了吗 是啊 或有人差点死在路上 就为了耍我一趟 这一期不得见 哪里不见 说过 胡佑 这回看你往哪跑 胡你娘啊 你他妈见哪只胡佩的 长成胖爷这样子的 你小子站那别动啊 老子不在你屁股上扎回来 老子都叫你大爷 你 你不是胡佑 我是妖虎 那站在那边的书呆子是什么 你他娘的眼睛长屁股上 他不是胡佑 是人 得 我还真是第一次 看见这么不靠谱的人 这位大哥 你误会了 那胖子也是人 不是胡佑 嗯 我发现了 我这剑上 可都是有倒沟的 给你取下来 恐怕会有点疼 你先忍忍 我看我们还是先找一家农舍 接个地儿处理一下吧 好 你们跟我来 这是我住的地方 先进屋吧 我叫潘子 今天是一场误会 还希望各位原谅 这位兄太 多有得罪了 啊 我的亲娘 哦 哦对了 你们 为什么在那个村子里 我们找人 你知道一户姓梁的人家吗 应该住在那村子里 不可能 那里不会有良性人家 那里只有姓胡名妖的东西 胡妖 你们被骗了 那村庄里住的本来就不是人 里面的住户也都是胡妹子 他们会把迷路到村庄里的人吃掉 不可能 阿宁 没理由骗我呀 他们平日 有设下结界 我都挤不去 只是今日不知为何 这结界破了 所以我才能进得去 第一眼就看到这位兄弟 其实 我昨晚在自家门口撞见过他 现在看来 当时应该是胡妹子假扮的 所以我才一时认错 啥 装成我的样子 装成我的样子干什么 我们一路上并没有遇到胡妖 但是 那胡妖居然知道胖子的样子 那说明有人一路跟踪我们 那个女人 和那个蒙面人 都很危险 蒙面人 一路护送阿宁来 却没有进开封就离去 是真的离去了吗 还是说 你怀疑 那个蒙面人 就是假扮胖子的胡妖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都写在脸上了 得了 像是谁不知道你们俩关系多好似的 全天下都知道你们心有灵犀的行不行 拜托别卖关子了 给胖爷我一个痛快的吧 我们怀疑有个蒙面人 可能一直跟着我们 虽然不知道她的目的 但有可能就是那只胡妖 路上她怎么没出现过 也许是想到我们到这里之后 才有动作 那 那个什么名 引你来 到底有什么企图 阿宁的父母我是见过的 都是做生意的老师人 并没有什么不妥 阿宁也是难得的随性女子 不如一帮姑娘柔弱 对我也一直很好 我不明白 算了算了 想不通都不想了 冰来降等 水来吐烟 我出去看看 天真 你相公怎么了 你说什么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能不能认真干嘛 我觉得这小哥挺深藏不落的 不会有事的 那是 小哥直觉 比野兽还敏锐 绝对不是一般人 多半是想到什么了 所以出去查看了 那个书呆呢 该不会是 出门找那小哥去了吧 天真呢 不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不见了 什么 娘的 都是你那一见 若是吴家少爷出了好歹 我看你拿什么赔 吴家少爷 哪个吴家 开封吴家 别怪我先没告诉你啊 那小子是无一穷男的 吴家唯一的独名 他要是出了事 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胖爷我还指望 他给我引荐吴三省呢 吴三省 他是吴三省的 侄子笨 你那什么表情啊 吴三省是你亲爹 既然是三爷的侄子 一定要保护好 都等老子 小哥 先生们等着来没 怎么回事 小三爷不见了 人家 吴三省 多谢兄台相救 在家姓吴 单名一个鞋子 敢 敢问恩人姓名 我是家中独子 我家在开封做些古董生意 这次是到连岸城来游玩的 只是碰上一些麻烦事 对了 说起来 你什么不都 对了 说起来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为何还能记得 怎么用功夫啊 感情三个长辈 讨论起放血这件事情来 就像在跟说杀猪一样 感情三个长辈 讨论起放血这事来 就跟在说杀猪一样 难不成 每一代的吴家子孙 还得到麒麟玉洗钱面去 难不成每一代的吴家子孙 还得到麒麟玉洗面前去 请他来献献灵 难不成每一代的吴家子孙 还得到麒麟玉洗面前去 请他来献献灵 请他来献献灵 不记得了 什么 麒麟玉洗有一段时间 放在我的枕边 冰器朴 摺 匹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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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drugs 兵器仆 摆臂匕首第三位 龙绫 兵器仆 摆臂匕首第三名 龙绫 你是谁 兵器仆 摆臂匕首第三名 龙绫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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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器仆 摆臂匕首第三位 龙绫 你是什么人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能止顾自己 有什么办法 能让客栈的人不受伤害 我们不能止顾自己 又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客栈里的人不受伤害 老天注定的 从来都只是你当下的决定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决定 何来以后和后来 何来以后和未来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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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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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水的话 要找水的话 嗯 要找水的话 要找水的话 哇 要找水的话 要找水的话 这灯后面就有 要找水的话 嗯 要烧水的话 要烧水的话 要放火 用我的就可以 要放血 用我的就可以 我的血好像天生有血 我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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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天生有驱逐不好东西的能力 我的血 好像天生有驱逐不好的 我的血 好像天生有驱逐不好东西的能力 但同时 这 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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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容易引来 更加不好对付的东西 如果说 你真的有驱逐不好东西的血 为什么你年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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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玉玺子 需要拿玉玺子在身边保护 方梁 房顶能上去吗 娘的 说疼死你大人 娘的 疼死你大人 娘的 疼死你大人 疼死你大人 屠你娘啊 你他妈见过乃只狐媚长成胖也这样子 你想要站这别动啊 老子不在你屁股上扎回来 老子就叫你大爷 你他妈见乃只狐媚长成胖也这样子的 你想要站那别动啊 老子不在你屁股上扎回来 老子就叫你大爷 我是妖虎 那站在那边的书袋子是什么 你看见他眼睛长屁股上 哎呀 我的亲娘哦 啊 我的亲娘哦 哦 我的亲娘哦 导演你真的不说话了吗 再见吧导演 我录音关了 导演你太恐怖了 再见 导演我们有劲了 导演 你不但不全规则我 你还 你还录音 帅了 反正这两个音色完全不一样 他们也听不出来 这就是我的 我不要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是个变声系的少年 我 只有公音 我要听干音 好吧 一会儿问导演吧 看导演要听什么样的 我感觉像被你俩玩坏的节奏 不会的 我都是听导演的话 那你要不要听我的话 那你要不要听我的话 我感觉像被你俩玩坏的